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我们初步的介绍了函数 那么我们本节课首先对函数的这样一个返回取 Viton语句做一个补充说明 好,那么在上节课里面我们说到这个Viton语句的时候 大家介绍这样的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Viton这样的一个变量 那么第二种就是你可以不使用这样的一个Viton 如果你不使用Viton的话就相当于 它是默认就反复了这样一个空语 好,那么我们有时候还会在一些代码里面 看到Viton的第三种形式 就是只有Viton这样一个关键字 但是Viton后面既没有这样一个NONE类型 它也不会反复一个变量 好,那么关于Viton 最后我们要说的一点是 一旦函数内部的代码碰到Viton之后 Viton后面的语句是不会实行的 好,那么我们拿我们的Brander向法线code 来举一个例子 这个函数当它内部的代码 执行完Print Code的函数调用了之后 会遇到Viton语句 那么假如说你在Viton后面 还有其他的这样一些语句 比如说你继续去挡一下Print Code 假如函数是这样的 后面的这三个Print Code是不会实行的 因为当函数遇到了Viton语句了之后 这个函数的运行就已经终止了 好,最后关于函数的返回结果 这里面给有其他语言基础的同学做一个对比 在其他的很多语言里面 当我们去定义一个函数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去指定这样的一个函数的返回结果的类型 比如说我要求这个函数的返回结果是这样的一个整形的话 会在函数前面把返回结果的类型给写在这里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函数就必须返回这样一个RMT类型 但是我们Python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则的 你可以返回任意的类型的变量回去 像这样的一种特性是很多动态语言的一个共有的一个特性 他们对函数的返回结果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类型上限制的 你可以能返回一个整形 你也可以返回一个直播串 你还可以返回一个原主 同样的你也可以返回字典 所以在Python里甚至是在函数的里面还会再返回一个函数 好那么我们很多同学可能会说 老师你讲的这些我在其他语言里面都学过了 也就是这么回事 不普通通的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特点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讲一个Python返回值的一个很有用的一种返回形式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第三点之外 那么我现在来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还是模拟一下我们游戏里面这样的一个释放技能 假如说我现在有一个人物R2 然后这个R2我现在释放了两个技能 分别是Scale1和Scale2 好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模拟 我需要写一个函数来计算这样的一个Scale1和Scale2 这两个技能最终分别对一个boss产生的最终的伤害 好我们来模拟一下这个过程 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叫做Damage 好然后它接收两个参数 分别是这样的一个Scale1和这样的一个Scale2 那么我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计算 最终反过Scale1所造成的伤害和Scale2所造成的伤害 好我们这里面并不是真的去计算这样的一个技能的最终伤害 实际上来说在一款游戏里面一个技能所能产生的最终伤害 它的计算的过程和它所要考虑的因素是非常的复杂的 还需要考虑到防御 汇星暴击等等还有一些装备的各方面因素 我们这里面只是模拟一下的一个流程 做随便想这个例子 那么从这个问题里面 大家最主要的是要看出一个什么特点 和我们之前所讲的这样一个函数的什么区别 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需要返回的是两个区 而不是一个区 之前我们在做这个ADD讲法的时候 我们是把S加Y最终是返回了一个区 但是这里要求返回两个 好 那么我们加定 最终这样一个计算出来的伤害 Scal1是damage1 然后Scal2是damage2 那么如何把这两个伤害 通过函数的有T语均返回回去呢 好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 在其他语言里面这样的一个常见的做法 在其他语言里面最常见的就是 你把damage1和damage2组成一个 其他语言里面叫数据 我们这里可以叫做原主或是列表 这样damage1 这样damage2 这样的返回是可以的 然后在其他语言里面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如果你想去返回一个damage1的话 那么damage2靠什么来返回回去呢 他们会在这个函数的参数里面 第三个这样的一个参数 叫做outdamage2 那么在其他语言里面 有这样一个out 还有这样一个re 复合名字 这个它会使用这个damage2的组 在函数运行完了之后 会发生这样一个改变 也就是说在函数的内部 可以通过改变damage2的组 然后再在外部使用这个damage2的组 这个我们简单地说一下 因为我们pys里面没有这样一种形式 所以说我们不做过多的讲解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pys里面最方便的 是如何返回两个字 那么我要说的是 pys里面的返回多个字 它还不只是两个字的方式 非常简单 damage1 然后说out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简单一点 把这个函数给股权 假设说我们的damage1是通过scale1乘以3 计算出来的结果 然后damage2是通过scale2乘以2 然后再加上10得到的一个结果 计算完成之后 我们把这两个伤害打多过去 这样我们就构成一个完整的 回两个参数的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你如果不是两个参数 你能是3个4个5个6个7个8个都可以 一次的用逗号隔开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完整写一下这样的一个代码 我们先定义这样的一个函数 然后完之后 我们来调用一下这样的一个函数 getout计算的结果 这样吧 要damage一次 它是等于这样的一个damage 然后我们学义 传两个scale进来 好 scale1 反而说我们传一个数字进来 这个是3 这个是6 为什么传数字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 这个3和6代表的是这样 一个scale1和scale2的初始伤害 然后它经过一系列的运算 得到一个最终伤害 然后我们看一下 Person这样一种独特的反 回忆语法最终 得到了这个damages结果 到底是什么 我们print和damages看一下 这样 type damages 看一下damages的类型 我们在我们控制盘里面 person 43.py 我们发现clubs 这个damages的类型是什么 type 对不对 远阻 也就是说我们person 它不需要你强制的 给这样的一个反复 结果 扎上这样的一个远迫号 把它定义成一个远阻 再返回 你直接把damage1 damage2 用多号隔开就可以了 它默认会把它 组装成一个远阻 返回给我们函数的调用 那么我重点还不是 想讲这样的一个lain 多个p 我重点要讲的是 当你用一个变量 接收到了这样的一个 远阻之后 如何使用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那么我们很多同学 看到返回的结果 类型是远阻之后 下意识的 就会这样来使用这个结果 damages0 然后damages1 用这样的一种形式 来从我们的这个远阻里面 获取它要的这样一个元素 这种获取方式 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需要依靠这样的一个序号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print danages0 print danages0 分改之后 再次的运行 我们会将一个c3.py 这里报错了 是不是 看一下 fondation object 我们需要去从这个函数标的结果里面来获取 这样一个结果值 而不是从函数里面 用01这样的区块来获取 修改完成之后 我们再次的运行看一下 先把这个下面给清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运行 好 这里面正确得到了922这两个值 那么这样的一种 获取试试的方式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零刻意 它就是我们元素的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访问方式 但是我要说的是 这种依靠序号来访问特定这样的一个变量结果的方法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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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的一种形式 说完这个问题 其实我还是非常有感触的 以前也是写代码的时候 很早的时候 非常不注意 就觉得这样 确实是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里面在一样 但是当时我记得是当时还不止两个这样的一个返回结果 当时是六个还是七个返回结果 然后我就是用0到6这样的把它回取出来的 然后我的代码里面到处都是这样的 0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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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十字 然后大概两三个月过后 然后我回头走来看干嘛的时候 我完全看不懂 我完全不记得这样的一个damages0是什么 damages1是什么 完全不记得 好 那么这里看一下我建议的一种方式 我们从这个damages这样的一个圆组里面 提取我们要的这样一个变量结果 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什么 最好的方式是这样的 damages1都根本不需要 我们可以这样 这样的获取 Scale1 下回见damages 我们用两个变量来接收这样的一个函数的两个返回结果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样一个意义非常明确的变量名称打印出来看一下 它一样是可以获取到我们的函数调用结果的 我们看一下 Python C3的批课 看一下 那里有问题 好 这个 damages不存在了 所以说我们无法打通它的time 这样的我们再看一下 OK 922 Scale1 damage是9 然后Scale2 damage是22 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变量的意义就是非常明确的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序号 而是就是用你的这样的一个反复结果的实际意义的变量名在表示 好 那么这里呢 我要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呢 我其实呢 重点要强调的 并不是这样的一种接收方法 我相信呢 很多啊 有过Python基础的人其实就知道的 这样的一种接收变量的方式 在Python里面呢 叫做这样的一个序列解包 序列解包 那么序列解包 那我们等会儿再谈 我们先说的是 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大家一定要记住 最好的是使用这样的一种有意义的变量名称 来接受函数的反复结果 而杜绝用这样的一种 远组的这样的一种索引的方式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远组的解包操作 虽然呢 最终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说写代码写代码 这个代码 所以就是第一个呢 要运行的好 第二个呢 就是让我们以后啊 在维护的时候更加方便 有意义的变量名呢 可以让你的这样一个代码呢 变得更加逆于维护啊 当时记得实行的意思 并不代表你几个月之后 还记得它是什么意思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里啊 这节课呢 我们总结了啊 函数的一些反复的形式啊 目前的重点讲解了 这样一个多结果 函数反复的一个写法啊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